这是苏炳天第一次站在奥运会半决赛上 也是中国短跑史上第一位站在奥运会半决赛的男子 这是苏炳天与博尔特的第一次相遇 然而这位来自亚洲的黄种人却给博尔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此时的白米赛道上 一位是国际短跑赛事上的飞人博尔特 一个则是来自中国的黄种人的苏炳天 在全市黑人的短跑比赛当中 黄皮肤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在这场半决赛上 有地表最强者博尔特 还有美国横空出世的黑马莱安·贝利 以及上街奥运会银牌得主理查德·汤普森 站在第三跑道的苏炳天 未曾表现出任何的畏惧 在比赛中开始之后 苏炳天前20米力压博尔特 给博尔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赛后的采访中 博尔特也提到了这位来自亚洲的黄种人 虽然苏炳天有优秀的启动加速能力 尤其是在前20米表现十分出色 但后半程被其他选手拉开距离 最终以10秒28的成绩无援决赛 这场比赛并没有让在场观众 记住苏炳天的名字 但却让他们知道了 有一个黄主人 站在了奥运会男子百米半决赛的跑道上 不仅如此 还让短跑之神博尔特记忆留心 然而 对于苏炳天以及亚洲人而言 当苏炳天站在半决赛的赛道之时 他就已经赢了 彼时的国人对苏炳天已充满了期待 虽然说人们抱有希望 但此时的人们谁也没有想到 这名黄主人在三年之后的美国油精战 身披一身红色战甲 第一次跑进十秒大关 打破了黄主人的极限 打破了黑人的垄断 2015年5月31日 乃至黄主人在短跑田径比赛当中 真正有了一席之地 往往真正的强者之间的较量只差毫厘 许多运动员一身都无法突破这0.01秒 然而 苏炳天的0.01秒已经不再是一个时间 而是一个超越自我 超越国家 超越种族的速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有喜欢田径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关注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再会 拜拜 这或许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男子百米半决赛 在2015年北京市锦赛百米半决赛中 百米五虎除了受伤的布雷克 其他人全部到场 记得上次苏神跟博尔特同场竞技的时候 还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 那个时候短跑属于百米五虎时代 那一届的激烈程度真是百年难遇 泰森盖一9秒80连前三都进不了 可能是盖一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会挂自动挡 首次参加奥运会的苏神就杀进了半决赛 但奈何遇到正直巅峰的博尔特 无缘进入奥运会百米决赛 但在2020东京奥运会上 苏神再度觉醒突破自我 半决赛狂飙9秒83 成功创造田径历史 半决赛第一组 当苏炳天和博尔特同时进场的时候 全场海啸般的呐喊 回荡在整个奥林匹克中心 亚洲短跑天花板挑战世界第一人 这想想就令人兴奋 博尔特是心心满满 尽情地享受着现场观众带给他的欢呼 作为东道主的苏炳天 在气场上也毫不失落 在这之前也是多次跑进十秒大关 他觉得现在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很显然这个机会就在眼前 只要他能抓住就能创造奇迹 世界田径百年历史上 还没有一个黄众人跑进过百米的决赛 苏炳天是否能够创造历史呢 我们将共同期待 这一组除了博尔特苏炳天 加拿大选手德克拉斯也是实力超群 美国小将布鲁梅尔也是强将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 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让我们一起见证 苏炳天几乎击败了博尔特 博尔特还是有惊无险 拿到了小组第一晋级决赛 苏神的表现也不负众望 9秒99再次打破10秒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有喜欢前进的小伙伴 可以点赞关注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再会 拜拜 苏炳天闭关一年 首次回归 在内境邀请赛 西南赛选男子60米决赛中 苏炳天跑出了6秒47的成绩 这也是今年亚洲室内 男子60米的最好记录 在世界排名第三 在比赛中 苏炳天的起步节奏顺畅 加速过程流畅 冲刺跑阶段 仓劲有力 当到达终点前 苏炳天明显有减速 左顾右盼的 最终苏炳天第一个冲过线 吴志强以6秒63获得亚军 梁进生以6秒63获得第三 苏炳天作为亚洲史上的速度传奇 创造了无数个黄种人的历史 其白米项目和前十成绩平均值 都是雄聚亚洲史上第一 苏炳天在17年的竞技状态 还是比较不错的 多次杀入世锦赛决赛 是黄主人第一个跑进10秒大关 之后的苏炳天又多次跑进10秒 更是在2018年8月30日 雅加达亚运会男子100米决赛上 苏炳天超风速跑出了9秒92的记录 也是毫无疑问的得了冠军 也是打破了个人生涯 无单向冠军的魔咒啊 也是时隔8年 我国再次摘得亚运会男子100米冠军 这一次苏炳天跑进了10秒 打给了田径事业 不仅磨练了自己的体能 还提高了自己的大脑知识水平 在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的同时 苏炳天还在学习 他居然把体格和大脑都锻炼了 不仅是济南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 还是济南大学2013年经济学院 国际贸易专业的研究生 是什么支持着苏炳天呢 是跑进10秒大关 是进入奥运会田径100米决赛 苏炳天认为 没有足够的知识 是无法支撑他训练前进的 于是这位中国飞人 过上了艰苦的生活 不喝酒 不抽烟 不熬夜 不吃猪肉 多吃鸡蛋 牛肉 不贪图玩乐 一心都在体育事业上 这样的苏炳天 在田径赛场一飞冲天 从进入省队开始 才两年就被选入国家队 自此成为全亚洲的田径明星 2008年 苏炳天在一年中 取得了三场国家级赛事的冠军 2009年 苏炳天累计 拿到了11场比赛的冠军 2011年 作为新人的苏炳天 打破了100米短跑比赛 和60米超短跑比赛的全国记录 2012年 在伦敦奥运会 男子100米比赛中 苏炳天成为了 中国短跑史上 第一位晋级奥运会男子 百米半决赛的选手 他是男子60米 100米 亚洲记录保持者 有人喊他亚洲博尔特 但是他却认为 自己是中国苏炳天 是全亚洲第一个 在10秒内 跑完100米短跑比赛的运动员 这是国际田连 钻石联赛 美国油精战 第一道 汤普森 可见这次的比赛 是重星云捷 天竞的顶级比赛 是苏炳天跑进了10秒大关 他让中国 让亚洲 这次比赛中 实力最强的三人 谢震燕 苏炳天 吴志强 分别位于黄金赛道 456 而在起跑前冲啊 苏炳天全力冲刺 率先撞线 谢震燕 吴志强 紧催其后 苏炳天拿到第一名 并且打破了 谢震燕 在17年创下的记录 谢震燕 跑出了10秒10 打下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吴志强 跑出了10秒18 后的确认成绩 9秒95 视频到此结束 这里是田径时光社 谢谢各位 点赞 关注的宝子 苏炳天再一次突破10秒大关 这是全运会田径比赛 堪称中国男子100米飞人大战 这是苏炳天参加的第四届全运会 之前三次决赛中 苏炳天都齐插一招 分别不敌张培蒙和谢震燕 同源的坚持 枪声一响 八位运动员如子弹一般 飞落出去 苏炳天在30米过后 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 半程过后苏炳天 全力加速 他处在第一位 苏炳天冲现了 苏炳天终于拿下了自己生涯 首枚全运会金牌 他圆梦了 这次比赛中 实力最强的三人 谢震燕 苏炳天 吴志强 分别位于黄金赛道456 而在起跑后 谢震燕实力爆发领先所有人 在30米后 苏炳天已经发力了 再过20米 苏炳天很明显超过了其他人 大家都不在一个身位上了 苏炳天没有任何松懈 因为在他身后的 是谢震燕 苏炳天接着加速 这一刻他抛弃了所有 只有奋力向前冲啊 苏炳天全力冲刺 率先撞现 谢震燕 吴志强紧随其后 苏炳天拿到第一名 并且打破了谢震燕 在17年创下的记录 谢震燕跑出了10秒10 拿下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吴志强跑出了10秒18 拿下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这一场比赛 可以说是国内男子100米 顶尖比赛 让我们为这八位运动员 点赞吧 苏炳天是领军人物 苏炳天最后的确认成绩 9秒95 视频到此结束 这里是天井时光社 谢谢各位点赞 关注的宝子 苏炳天几乎击败了博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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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闯黄种人首次天井历史 在亚洲范围内 中国是短跑全国 但是在田井市井赛 和奥运会这样的世界舞台上 还从来没有中国选手 能够晋级男子百米的决赛 除了一个人 苏炳天 苏炳天忍受着常人不能想象的痛苦 就是为了圆多年来 中国田井的一个梦想 那就是登上田井市井赛 决赛类台 2015年北京田井市井赛 苏炳天在玉赛轻松过线 接下来的半决赛 却让所有中国人为他担心不已 因为博尔特和他一起出现在田井赛道 而且现场只有苏炳天一个黄种人 不知道苏炳天能否一记绝尘 苏炳天在第六道的位置 左刀哥右薄黄 身边还有一个布罗梅尔 紧挨着的是博尔特 个个都是短跑界的神仙 这简直是个死亡小组 半决赛却有决赛的气势 而这场比赛也被大家认为是史上 最精彩的白米废人大战 就连半决赛都如此精彩 苏炳天几乎击败了博尔特 苏炳天跑在了博尔特前面 在枪响时 苏炳天以十分恐怖的起跑爆发力 向着终点冲刺 而后苏炳天相邻跑到了博尔特 一度被苏炳天带乱了节奏 博尔特最后用无敌的后程实力 越过众多对手 而苏炳天也紧紧跟上博尔特 但博尔特依然是博尔特 最终苏炳天跑出了9秒99的好成绩 凭借着优异的表现一路冲进决赛 苏炳天在赛后表示 自己是把半决赛当成决赛跑的 的确苏炳天代表的是亚洲速度 是中国速度 在这之前 从来没有亚洲人站在田径大赛的决赛上 苏炳天打破了这一传头 亚洲人不适合白米的质疑 都被一一打破 让我们看到苏炳天决赛的表现吧 这是最特别的田径比赛 堪称史无前例 因为苏炳天的无形之举 导致比赛还没开始 就已经创造了三项世界纪录 历史上第一个 9位选手进入白米决赛 历史上第一位 亚洲运动员站在白米决赛的赛道上 历史上第一次 所有运动员都是以10秒以内的成绩 进入决赛 苏炳天在第二道 左边是法国人维考特 右边是美国的19岁天才布罗梅尔 波尔特分在正中间的第五道 加特银排在第七道 加特链中间的是老将泰森改一 第四道美国实力派选手罗杰斯 35岁老将鲍贝尔位列第八道 加拿大新锐德格拉萨第九道 这大概就是很难有后来者的跑道了 波尔特没有任何干扰 一如既往向前飞奔 九秒七九 波尔特以九秒七九拿下冠军 加特林再次输给了波尔特 仅仅以0.01秒之差 屈居亚军 加拿大新锐德格拉萨和美国天才布罗梅尔 以九秒九二的成绩并列排名第三 亚洲废人苏炳天 则因半决赛用尽全力 在决赛中抛出了10秒06排名第九 苏炳天 在一众称霸田径百米神仙中 凭借着实力来到最终决赛 他排名第九 不是所谓的倒数第一 而是世界第九 让我们为苏炳天点赞吧 为中国速度喝彩 视频到此结束 这里是天境时光社 谢谢各位点赞关注的宝子 很多人说 苏炳天目前职业生涯 共10次跑进了10秒 但也有人认为他没有 你们觉得呢 历来在田径场上 男子百米飞人大战 是田径赛场的重头戏 百米大赛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呢 因为它代表着人类极限的一项运动 象征着人类对自身速度极限的挑战 对未知的探索 一百米赛跑 是一项室外田径短跑项目 同时也是最流行最知名的田径项目之一 百米项目成为短距离竞赛项目 需使用起跑器起跑 在现代奥运会中 男子100米从1896年开始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而女子100米则是从1928年开始 获得100米奥运冠军的人 通常被称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在所有的体育项目中 田径是最接近人本能的运动 而短跑又是极致 它是最简洁最原始的运动 不需要跨越障碍 不需要过弯 只要卖腿向前 2015年对苏炳天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他首次跑出9秒99的成绩 成为首次打开10秒大关的黄种人 当年8月的北京田径市井赛 苏炳天在百米半决赛 再次跑出9秒99顺利闯进决赛 苏炳天又一次跑进10秒 2018年赛季 苏炳天继续自我突破 先后在马德里挑战赛 钻石联赛巴黎战接连跑出9秒91 两度追平亚洲记录 当年8月的亚加达亚运会百米决赛 苏炳天以9秒92打破亚运会记录并夺冠赛 那一次苏炳天证明了自己在亚洲范围内他可以是最强的 2019赛季苏炳天经历了短暂的低谷 因为腰部扭伤一直处于休养状态 2020赛季苏炳天没有参加任何一场正式比赛 随着时间的流逝苏炳天的年龄越来越大 就在大家觉得苏炳天是不是该退役了 苏炳天爆发的竞技状态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迎来职业生涯的巅峰 今年3月20日在深圳进行的短跑向群击地赛中 苏炳天时隔一年多再次站上百米赛道 轻松跑出10秒05 今年4月24日在赵庆举行的田径分区邀请赛 苏炳天在决赛中跑出9秒98 职业生涯第6次打开10秒大关 6月11日的奥运选拔赛决赛 苏炳天决赛再次跑出9秒98 第7次打开10秒大关 在刚结束不久的东京奥运会上 苏炳天先后在半决赛 决赛跑出9秒83 9秒98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在第14届全运会上 苏炳天以绝对的实力稳稳地跑出了9秒95 夺得全运会首金 苏炳天不仅打破全运会男子100米记录 也是职业生涯第10次百米破石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有喜欢田径的朋友 劳烦点赞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苏炳天每一次有所突破的时候 都有人说这是他的极限 甚至是亚洲人的极限 但是他偏偏喜欢挑战极限 2011年苏炳天跑出了10秒16 这曾被认为是他的极限 2013年他把这个时间缩短了0.1秒 2015年5月31日 国际田连钻石联赛美国油精战 他跑出了9.99秒 成为正常风速下第一个破10秒的亚洲本土选手 不到三个月后 苏炳天又以9秒987的成绩进入决赛 2018年6月23日 苏炳天在马德里跑出了创造历史的9秒91 同年6月30日 他再次复制了9秒91的奇迹 2018年8月26日 雅加达亚运会 苏炳天以9秒92的成绩打破了亚运会记录 苏炳天之所以赛场上进步神速 源自他对自己技术动作的一次次大胆的改革 从2015年开始 苏炳天在美国训练期间就有了改革技术的想法 通过外教对他主力腿的测试 结果是外教赞成他改起跑技术 近十年的肌肉技艺 不是一下子就能推倒重来的 看上去小小的改变 代价却可能是在接下来的市井赛和奥运会上一败涂地 苏炳天经过思考决定冒这个险 这个改变最终帮助他突破了百米十秒大关 自从改变了起跑技术 苏炳天从小熟悉的起跑脚 由右脚改为左脚 步数由元47步增加到48步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冒险 幸运时他的改变很成功 在2015年5月底油金站 苏炳天跑出了9秒99 成为首位突破10秒大关的黄种人 才有了东京奥运会上的9秒83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有喜欢田径的朋友 劳烦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在东京奥运会上 有很多双眼睛在时时刻刻盯着 而在其中 有一位短跑运动员 他非常渴望能够站在这个万众瞩目的大赛的跑道上 跟世界顶尖的运动员赛跑 但他却因状态不稳定 没有达标 只能默默地看着同伴梁小敬 葛曼奇等人在比赛中大放异彩 孔令威 黑龙江七台和人 短跑天赋出众 成名甚早 堪称现役北方第一女飞人 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 19岁的孔令威就与韦永利等队友 以42秒83的好成绩 斩获百米接力金牌 一年后 又在北京市井赛 孔令威获得继续和队友主场作战的机会 接力预赛 跑出43秒18 夺得小组第五 2018年 孔令威迎来强势爆发 在淮安全国大奖赛上 孔令威以11秒34个人最好成绩 勇夺百米冠军 主向200米取得更大突破 欲决赛两枪 均跑近23秒大关 给中国田径带来强劲动力 但在2019赛季 孔令威凭借出色的弯道技术能力 担任中国女子接力队第三榜 与韦永利 梁小敬 葛曼奇 在国际赛场屡创佳绩 多哈市井赛 女子百米接力 中国女队 瑞赛跑出42秒36的好成绩 时隔22年 再次闯进决赛 亚洲锦标赛女子百米接力决赛 梁小敬 唯永利 孔令威 葛曼奇 四人齐心协力 跑出42秒87的成绩 夺得金牌 而孔令威也展现出了极强的 圆越弯刀的能力 在第14届全运会上 孔令威的状态不是很好 百米和200米项目 均被葛曼奇夺得冠军 但在下一届全运会中 相信孔令威可以突破自己 跑出百米200米的个人最好成绩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有喜欢田径的小伙伴 可以点赞关注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在100米项目上 让世界第一飞人布尔特 刮目相看的苏炳天 在100米上跑不过布尔特 但是在60米项目中 苏炳天完胜布尔特 60米项目中 苏炳天堪称无敌 不幸一起来回顾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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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9年前刘翔失利被骂 9年后苏炳天一句感谢刘翔 让多少人破防了 在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的比赛上 中国飞人苏炳天跑出了震惊世界的9秒83 这样的成绩32岁的苏炳天做到了 成为了中国的骄傲 整个亚洲的荣耀 创下了亚洲人最伟大的记录 苏炳天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了110米蓝飞人刘翔 并直言说刘翔是自己的幸运心 很感谢他一直以来对自己的鼓励 苏炳天的这番话不禁让大家回想起那个为国争光的刘翔 08年北京奥运会 大家都在期待着刘翔可以再度创造奇迹 那时候的收视率达到顶峰 大家都在关注飞人刘翔 但没想到的是刘翔却因为伤势严重 不得不退出比赛 留下了遗憾 那时在场的中国观众都含泪而下 心中是多么的不甘 那时所有中国人的目光都在刘翔的身上汇聚 值得望着那凄凉的背影 2012年伦敦奥运会 刘翔重新站在了跑道上 在场上的每一个中国人 包括屏幕前的你 都以为是奇迹降临 但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刘翔因为跟剑断裂 在第一个栏杆处摔倒 当时铺天盖地的新闻 都是对刘翔的谩骂 讽刺刘翔没实力 别再给中国人丢脸 甚至还有不少人觉得 刘翔是怕输才假装受伤 那一刻 大家似乎都忘了 当年的他也曾全力以赴 为国争光的模样 他是一个运动员啊 他比任何人都想赢 如今多年过去 很多人都明白了 一个运动员的不容易 在苏炳天跑出亚洲记录的时候 刘翔为苏炳天庆祝 高呼苏炳天封神 并让大家把好运借给苏炳天 在当年雅典运动会的时候 刘翔在接受采访时 也说过这样类似的话 不过这次祝福的对象 换成了苏炳天 如今的刘翔已经38岁 现在的他已经跑不动了 也不再像曾经那样年轻 但他在21岁那年创造的奇迹 值得我们永远遗迹 中国田径项目上 第一个男子奥运冠军 中国人在男子110米篮项目上的神话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有喜欢田径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会 拜拜 众所周知 苏炳天是继刘翔退役之后 在国际上最具有影响力的 亚洲田径运动员之一 苏炳天凭借自己的天赋与努力 在国际白米大赛的赛场上 多次突破10秒大关 向全世界昭示着黄种人的实力 放眼当今国际田径赛场 黑人运动员白米跑进10秒 在短跑赛场滋空见惯 而黄种人白米跑进10秒大关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早在2015年 尤金战苏炳天就跑出了9秒99的成绩 标志着苏炳天职业生涯 巅峰时期的开始 那么随后的2018年赛季 可谓是苏炳天职业生涯中的天花板 在2018赛季中 苏炳天一路高歌猛进 先是在国际前连世界挑战赛 马德里战中跑出9秒91的成绩 追凭亚洲记录 成为亚洲百米记录的保持者 9.92 para Vinciansu 已经是黄金战 是一个真正的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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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现在最好的亚洲飞行者 最好的亚洲飞行者 当时的苏炳天 其实力可谓是亚洲最顶尖的水平 随着苏炳天在赛场上屡创佳绩 也让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 对中国田径更加关注 在田径赛场上 苏炳天已经多次百米突破10秒 同时也期待苏炳天在赛场上 带创佳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有喜欢田径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会 拜拜 在东京奥运会上 这个曾因伤病的困扰 而一度要退役的 跑进10秒 男子一百米打开10秒大关 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意义上的突破 更是真正成为世界级高手的表现 1896年首次奥运会至今 1983年首次世锦赛至今 任何一次世界大赛 百米比赛 只要能够在半决赛中 跑进10秒大关 那么毫无悬念 可以进入决赛 没有任何意外 哪怕是昔日的短跑五虎 放眼当今国际田径赛场 黑人运动员跑进10秒大关 在短跑赛场滋空见惯 而黄种人百米跑进10秒大关 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早在2015年 国际田连钻石联赛 美国油精战 苏炳天跑出令人惊喜的9秒99 这也使苏炳天成为真正意义上 第一位突破10秒大关的黄种人 同时开创亚洲短跑的新时代 当苏炳天在油精战 首次突破10秒之后 我们曾以为苏炳天的爆发 只是偶然 并不会成为常态 在赞赛之后的 北京市锦赛 男子白米半决赛中 苏炳天逆风再破10秒 这也是苏炳天职业生涯 第二次破10秒 如果说2015年赛季中 9秒99这个成绩 是苏炳天职业生涯 巅峰时期的开始 那么随后的2018年赛季 可谓是苏炳天职业生涯的天花板 先是在国际田连世界挑战赛 马德里战中 跑出9秒91的成绩 成功追平了亚洲记录 成为亚洲百米记录的保持者 又在雅加达亚运会 填进男子一百米的决赛中 跑出9秒92的成绩 成功打破了亚运会记录 获得冠军 而就当我们都认为 苏炳天能够在2019赛季 再次续写他的传奇 但苏炳天的腰伤 让我们的期待破灭了 不过在两年后 东京奥运会上 苏炳天又再一次的 给中国田径带来了惊喜 9秒83 引进男子百米决赛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中国人也可以跑得这么快 在亚洲运动员 少有成就的短跑赛场上 每一次速度的提升 哪怕只是短短的0.01秒 背后都要付出无限的努力 这一路走来何其不易 这一刻苏炳天是中国人的骄傲 也是整个亚洲的榜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有喜欢田径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 拜拜 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人物 他就是有着田径女神之称的 葛曼奇 葛曼奇是中国著名短跑运动员 从小就对田径运动 产生了浓厚兴趣 是从促进体销的葛曼奇 并没有专攻短跑运动 而是选择军红发展 他曾练习过撑杆跳 三级跳等项目 不过后来都放弃了 最后主攻短跑运动 却没想到获得了巨大成功 2013年 葛曼奇参加了第二届 亚洲青年女子运动员 葛曼奇成功闯进总决赛 第11秒91的成绩 获得金牌 最后联系在国内比赛中夺冠 开始在田径赛场展露头角 迅速成为国家队的主力 前后参加了 川崎田径黄金挑战赛 206全国田径冠军赛 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也正是凭借着出众的表现 葛曼奇成功入选了 里约奥运会参赛名单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世界切离赛中 格曼奇与队友一起打破了亚洲纪录 成为了我国最伟大的女子田径运动员之一 格曼奇虽然是一位体育运动员 但是她的身材与严育之却十分出众 近期苏炳天在全国田径冠军赛 东京奥运会选拔赛男子一百米项目上 苏炳天以稳定的速度再次打破十秒 从2015年的国际钻石联赛 到2021年全国选拔赛 苏炳天已经是七次百米破十秒大关了 经过伤病的苏炳天得到了非常细统的训练 其身体更加强悍了 早在三月举行的室内60米比赛中 苏炳天就依靠强势的爆发 以最后放五米的速度宣告了她强势归来 比赛开始 苏炳天启动非常的迅速 在前30米间零领先 优势巨大的苏炳天 第一个通过了终点 最后五米 居然是以放了五米的方式 6秒47 而在四月份的时候 苏炳天就又跑出了9秒98的好成绩 32岁的苏炳天在运动高龄 还能够跑出如此出色的成绩 真的是令人对他的刻苦训练赞叹不已 这也许就是天赋吧 而如今百米能破10秒的运动员 除了苏炳天就只有谢正夜了 他们两人也是足够可以扛起中国男子百米大旗 同时也希望他们可以在东京奥运会上夺金牌 再次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记录 如今东京奥运会已经开始了 中国健儿们已经获得多块奖牌了 各个领域都传来了好消息 而田径赛场上却还是风平浪静 在2021年初 许多国人关注的目光聚焦在苏炳天谢正夜身上 因为他们承担着中国男子百米冲击奥运决赛席位的重任 重返巅峰的32岁苏炳天更是跑出两个强悍的9秒98 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有希望晋级决赛的实力派飞人 在男子短跑项目中 他们两个是中国的定海神针 一位是堪比加特林的传奇老将 一位是曾超越过布雷克的新秀 当然中国女子百米也是有闯进奥运决赛的希望 其中最突出的那就是福建的葛曼奇了 葛曼奇属于后起之秀 是田径四金花中最年轻的一个 也是实力最强的一个 昔日老将韦永利因受到伤病的困扰 今天实力状态严重下滑 而24岁的梁小静正处于技术改进期 水平维持在11秒30左右 今年状态增加 实力稳定的葛曼奇 在之前就创造了白米个人最好成绩 11秒04 今年在全国田径锦标赛 东京奥运会选拔赛 跑出了11秒15和11秒19的成绩 成为当今亚洲最有希望晋级奥运决赛的女飞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有喜欢田径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会 拜拜 作为田径厂商的热门 短跑项目备受大家的关注 在田径厂商也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有昔日的王者 一代传奇老将的 随着田径血液的新陈代谢 一大部分的老将将面临很大的难题 退役 有很多老将因为伤病和运动年龄 才不得不退役 就比如美国传奇老将加特林 伯尔特和加特林 两人是田径厂商的老对手 多年间交锋过数次 屡败屡战 越战越勇 但加特林从未想过要放弃 之后在2017年 伦敦世锦赛 男子100米决赛 加特林展现真实力量 当伯尔特和科尔曼僵持在一块时 加特林爆发出自己的速度 以0.01秒决杀伯尔特 那一次他哭了 一代传奇老将 哭了 心中夹杂太多的复杂情感 同时也祝贺他超越了 这个地面上跑得最快的男人 当然在田径厂商 拼搏的老将也不止他一个 中国男子白米王者 苏炳天也还在田径厂商奔跑着 还记得六年前 在北京世锦赛 男子100米决赛上 苏炳天和博尔特 加特林等世界飞人一起竞技 虽然最后的成绩是10秒06 但这也已经非常不错了 同时苏炳天成为历史上 第一个进军世锦赛 该项目决赛的亚洲人 这一次 9秒70 6秒40级中央世界上 跑到最快的运动人 虽然说这个成绩 比起他之前在世锦 国文中央委员会上 取得的9秒65的成绩来看 稍微有一些逊色 但是他今天 已经发挥了自己的赛季 最好成绩 之后因为伤病休养了几年 很多人都觉得 如今的苏炳天 已经接近运动高龄了 很难再重回巅峰了 但在2021赛季 全国田径冠军赛 继冬季奥运会选拔赛 男子100米决赛上 苏炳天 在逆风下启动加速 而谢振业 启动的时候有点慢 但还是在后来 加速超越了其他选手 但面对苏炳天的超强爆发 谢振业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最终苏炳天以9秒97的成绩夺冠 期待在比赛当中呢 很多人说10秒钟 这个水平是今天 苏炳天去冲一下 但是他希望有更好的成绩 打破10秒 他完成了所有人 对他的这个期望值 在这个年龄 在东郊运会开战 即将到来的时间段 打破10秒 真的是奠定信心 也对所有的 中国田径的运动员来讲 对于所有项目的选手 是一个激励 这就是老将的风采 从今天启动反应 前程加速 然后到冲断保持速度 以及后程的全力压线 我们就看到了 回到18年巅峰状态 那个苏炳天 向老将致敬 刚他们就说了 经历了19年 这个比较严重的伤病 这个年龄再回到10秒 那是极其不容易的 确实呢 个中心酸呢 只有孙炳天自己 可能是最有发炎权的 但是 经历就是这么猛 人家不会因为 你的年龄 你未来的 bien Gerardo don Pietro Menea no? con 10'01 desde 1971 este是 un jovenzuelo 20年 recién cumplidos además el 15 de junio es verdad que Pietro Menea consiguió esa marca a 2500 metros en Ciudad de México pero en cualquier caso la高度 peroine está capacitadísimo para los100 y para los200 处在第五跑道的是中国飞人宿敏天 而在之前的2018年 国际田连算是连赛油精占 男子100米决赛的比赛中 宿敏天又以9秒90获得第四 但风速达到顺风2.4每秒 英文人是10'20 一年 一年是一死的最后词 上游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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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鞋上游鞋、威尾鞋上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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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华达鞋上游鞋上游鞋上游鞋、李宗尾鞋、鞋上游�和游鞋是数决鞋 然后游鞖上游�上游�? 这正是一竟 watching 是最新的最新的一年 所以,兩次的一年 都在這系列 兩次跟同樣的名字 1042 以及同樣的名字 這年是最新的名字 這年是最新的名字 我來自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賓 是一種旅行 是一種旅行的 一種旅行的 一種旅行的 是一種旅行的 是一種旅行的 但當然 是一種旅行的 過生們是我們的非得 coaches 然後暫中的ンоло adding points跟我們囉 有關關於10 toast Next is more interesting aquest semifinal跟 errand配合 和 ваши稷gment 会 turnout 10-0-0 很重要的 比赛开始 苏炳天一马当先冲了出来 他大不留心第一个冲过终点 大屏幕显示苏炳天的成绩是9秒91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成绩 这个成绩不仅大幅提升了中国的男子百米全国记录 也实现了亚洲本土飞人 追凭目前的该项目亚洲记录的目标 苏炳天已经将自己的整体实力提升到9秒90左右 这是一个中国田径历史性的突破 2018年 是苏炳天生涯最辉煌的一年 不仅在60米田径锦标赛上 跑出了6秒42的亚洲记录 还在100米的比赛中 追凭了亚洲9秒91的记录 再次突破了一个新的高度